密西根州撒基诺县一家动物照顾和控制中心最近以来一位新成员 这只怀孕的狗狗名叫杰斯利 由于非常随和且可爱,因此受到工作人员喜爱 不只有热烈的欢迎仪式,还有皇家般的待遇 在鲜花簇拥中为他留下难忘照片 动物庇护所表示,在杰斯利生产前 他将一直生活在这里,不会被领养 还有克罗拉多州一位机场餐馆打工的孕妇 最近受到了重磅惊喜 因为有一天他不经意地发现 眼前的这位顾客竟然是非常知名的音乐电视网年狱节目主持人 内夫舒尔曼 舒尔曼非常亲切地和他聊天,询问他怀孕的情况 更惊喜的是,在舒尔曼走后 这位孕妇发现桌子上留下了926美元小费 而她的预产期正是9月26日 这位妇女非常激动,在社交网络上表达了对舒尔曼善意的感谢 至于德州动物园内,一只年幼的小猩猩正在找爸爸 并试图和爸爸玩耍 而她的爸爸,一只名叫爱门的大猩猩 却故意装作没看见 因为此刻,他已经筋疲力尽 这和新冠病毒疫情期间 在家中与孩子相处筋疲力竭的父母们高度一致 总次进步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导 这和新冠病毒疫情期间